喉咙充血的危害严重性有哪些? 孙剂州西电集团医院 耳鼻咽喉头颈外科 主任医师 它一般就分咽喉部充血和喉的充血 当咽喉部充血的时候 我们通过检查的时候 我们可能看到 咽喉壁是充血的 这个时候病人主要是疼痛的感觉 所以一般来说 我们只需要抗感染治疗就行 不会有什么严重的后果 当喉部有充血的时候 这个时候我们 比如说我们有急性肺炎炎 这个慧炎我们老百姓所说的小舌头 它肿胀以后 有可能它肿胀成球形 这个时候我们有可能阻塞气道 引起严重的窒息 这个时候就需要赶快到医院 进行进一步的处理 还有一种疾病 就是当身带充血的时候 成年人身带充血以后 可以导致声音嘶哑 而五岁以下的小孩 喉咙就是身带充血的时候 它可以引起身带的一个水肿 引起憋气 这个是非常可怕的 我们管它叫小儿急性猴炎 这个小儿急性猴炎和我刚说到的急性慧炎炎 是我们耳鼻喉科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个疾病 就是猴阻塞的一个基本病因 专家提示 一 喉咙冲血分为烟部充血和喉部充血 当烟部充血时 主要是疼痛 只需要看感染治疗就行 当喉部充血时 如果有急性会咽炎 出现肿胀成球形 这时会阻刺气道 引起窒息 二 当生带充血时 成年人生带充血以后导致声音嘶哑 五岁以下的小孩生带充血时 引起生带的水肿 引起憋气 会出现小儿及性猴员